MING PAO TORONTO 最想念台灣的食物 因為我都很喜歡吃台灣的料理 所以每次去台灣 我無論如何都會抽入蠻時間逛夜市 找一些地道小吃 而這麼多的夜市裡 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遙河街夜市 行了,隔著電視也聽到你們說 又是這些嗎?怎麼那麼行 但是行歸行,問心一句 看到這些照片豈不是心掛掛 就像這個旅遊書必推的夜市 有得去的時候,就瞄他太大路 現在沒得去 又羨慕台灣主持可以即場吃我們 來到一個萬眾期待的景點 就是遙河夜市 很多朋友來台灣 一定要來遙河夜市這裡 掃街和吃東西 我自己覺得這個夜市 其實裡面的食物也挺多元化的 我之前帶過妹妹來台灣玩 我也是帶了她來遙河夜市 我今天就要找一些 出名的排隊美食 出發 對上一次去曉河街夜市是… 19年12月 就是去看演唱會那次 疫情之下沒有遊客 以前逼得爆的夜市 現在的檔口紛紛要拍烏蠅 真奇怪 像這間去到熟悉的胡椒餅一樣 姐姐一樣忙得沒有停手 想吃,撈歸住,去排隊 我要吃的 謝謝老闆,謝謝 來吧,來吧 很熱,很燙,很燙 這個胡椒餅 就是我今天來遙河夜市的頭號目標 因為這是台灣米芝蓮推介的 街頭小吃 而且聽說很便宜 50台幣就有了 那裡加了一價 今天吃的時候是55台幣 它是現包和立刻烤 所以特別好吃 很熱 皮膚挺脆的 因為有點像蔥牛餅乾的感覺 但我還沒吃到餡料 因為太熱,你看看 出煙了,看到嗎 要煙了 來吃餡料 要在搖河家夜市裡長做長有 一定要有差不多實力 這間沙茶魷魚 開了二十多年,仍然這麼旺 知道它有甚麼材料 我去排養袋賣沙茶魷魚 好,也等了一會 終於到我了 待會 好 而且它挺不錯 因為我不是太喜歡吃沙茶 老闆幫我客製化 然後加多點蒜蓉 也有沙茶味 其實這個挺香 先嚐嚐 好吃 就像香港旺角的街頭小吃 那些橙色的麥魚 咬下去也挺有舌口 而且有很多九層俠,很棒 原來我不是很喜歡吃沙茶 但我覺得這個沙茶魷魚也很好吃 對,謝謝大家 除了這些大老東西 阿May還有兩件事很想念 夜市裡最想念的是當歸羊肉湯 當歸羊肉湯 因為我本身很喜歡吃羊肉 所以到那裡 周圍都看到當歸羊肉的牌子 很香,當歸味 再加上羊肉不太酥 很適合,而且湯很清甜 這是我第一樣最想吃的 我走了一整晚買圓會 就先喝這個羊肉湯 你先補一補 對,這是阿May 她說很掛熱的湯味道 我自己也挺喜歡吃 尤其是進入秋冬的時候 我吃這個很好吃 夜市湯肉 很好吃,很油 湯很甜 因為我的記憶就是 我之前試過吃的燈魚肉 所以我下次可以記住你 因為台灣有名的八樂 即是回到石樓 去到當地 當然最好喝他們最新鮮的八樂汁 所以這兩樣是最重要的 老闆,你好,我想要一個芭蠟汁 好 不用加糖 不用加糖 比較健康 然後甜度的話是要炒冰嗎 好,小冰,謝謝 有問題 這是阿May推介的芭蠟果汁 芭蠟的廣東味 是番茄樓 我覺得台灣的水果 以及所有蔬菜都很好吃 所以以前我在香港 很多不吃的東西 來到台灣,我很喜歡吃 很喜歡吃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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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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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在5月5月的時候 有很多疫症 整個城市都封閉了 又不能來夜市 對,所以不只香港朋友很想念 其實我也很想念台灣夜市 但現在大家看到 其實現在已經多了很多人 因為疫情受到控制 所以一起如常 也有很多人脫口罩吃東西 曾經阿May在這個夜市 遇過一個師傅 在那次的深入接觸之後 阿May就已經不能忘記她 還希望今次可以找回她 在夜市裡除了食物之外 還有一樣吸引,就是藍草罐 走走走又會看到有人 為何會在椅椅上 原來是藍草罐 誰知道吃完後真的舒服 頸部都鬆開了 今天我帶大家來這個非常特別的地方 就是阿May推介的 就是藍草罐 在夜市旁邊,有一個攤位 吃完後又可以過來按摩 我第一次見到夜市 挺有趣的 但我很緊張 因為我沒刮過沙 老闆,想要請問一下 這個藍草有甚麼功效 第一,它可以幫我們廚師 排涵 藍草會從我們的體內進去 然後會幫你做活血的動作 所以你刮完的時候 你這邊都會去… 了解 對,會有點… 會變漂亮,對不對 會變漂亮嗎 對 會比較有精神 對,會變漂亮,我會試一下 我之前沒有刮過沙 我第一次刮,我有點緊張 不用緊張,我會讓你怕 好 不會讓你痛 師傅每天擺攤都擦人無數 說了不會弄痛你就應該做到 是嗎?敏敏,說聲音好 其實我很努力地忍忍痛 說不出話 不是很痛,但第一次刮 我覺得… 不知道,我感受不到 大家暫時覺得很舒服 你的衣服是很痛的 我聽到聲音 你會一直刮痛嗎 等一下 我聽到自己的骨頭 那些啲哩啲哩的聲音 不知道是否心理在用 也是痛的 但可以在我極力的忍痛範圍裡 忍到的,但會痛 所以我很認真地,很專注地忍痛 一開始按,其實覺得很痛 師傅所以勢力了 兩邊都覺得很痛 聽到我的骨頭很害怕 其實我一直都挺緊張 但按到頸部中間的位置 真的覺得舒服 可以像我之前看到那些人般享受 我想知道是否很紅 還有,是紫色嗎 我需要帶著這個箭跡 繼續在夜市運吃 我平時在鐵打 會很害怕,會痛得哭的人 我覺得自己今天很勇敢 我要頒一個勇敢獎給自己 謝謝老闆 謝謝… 接招呼,100元台幣 很划算 但他只要按五分鐘 但我剛才覺得師傅 應該多送幾分鐘給我 對,100元的價錢 真的令我放下了戒心 因為太便宜了 我在台灣試完艾草罐之後 回來香港 真的有找過 有沒有艾草罐去試 但香港… 我覺得價錢有點貴 還是等待下次去台灣 再去那邊光顧他 大家好,我叫林雨晗 目前是一位大學三年級的學生 平常的興趣就是喜歡唱歌、跳舞 然後自己動手做手搖映 有請歌手Ruby 在小巨蛋的門口跟大家見面 在我身後的就是台北小巨蛋 很多的演唱會都在這邊舉行 如果遇到片團級別的人物 就要在這邊耗上一整天的時間了 所以在周圍就有很多美食店 等著你們去發現 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很多演唱會都取消了 但是這些美食依舊還是非常熱門 就讓我帶你們一起去吃吧 開始 上次去台灣看演唱會 就是小巨蛋 在小巨蛋旁邊就找食物 就看到有一間餐廳的名字很有趣 真的一事難忘了 自從那次之後 很記得這一間餐廳 也很想去 經常只顧著他們的菜式 很久不見 執行 老闆,你好 你好 我想問一下香港朋友 為何很喜歡來你們這邊吃羊肉乳 那你有甚麼特別推薦 一定要吃的東西嗎 我會推薦你們紅燒羊肉乳 因為它只有冬天販售 到明年三月 對,我們都會推薦客人先吃紅燒試試 對,然後我們的招牌的話 有沙茶羊肉 好,那我要一個… 就是你剛才說的紅燒羊肉 招牌羊肉 是,沒問題 然後再一個涼拌羊肚 是 麻油麵線 是 然後跟一個沙茶羊肉 好的 先說明,這次這個菜單是May發版 Ruby只吃了她那份 這家莫宰羊肉其實已經開了20年 是一個非常老字號的羊肉爐店 旁邊就是小巨蛋 所以非常適合演唱未完之後 跟朋友一起來吃小夜 來一碗羊肉爐 大家知道為甚麼這個店叫莫宰羊嗎 其實它就是台語的 吳宰亞的意思 吳宰亞是什麼?就是不知道 來了就知道這個羊肉爐有多好吃 你不來就不知道她厲害的地方 馬上來幫你們試試一下 我看到Ruby叫了整桌都是食物 我真的羨慕到不得了 我記得上次是去吃了羊肉全餐 再加上沙茶羊肉 整桌都叫了 都是不用1000元台幣 這樣的價錢,真是哪裡找 還要這麼好吃 接下來我要吃的是沙茶羊肉 這個羊肉跟通心菜炒在一起 再加入沙茶羊肉,整個就是非常香 吃起來就很適合來一碗飯 非常下飯,然後再加上辣椒 配起來就整個… 這真的很好下飯 我大概可以吃三碗飯 接下來我們中頭戲了 羊肉爐 看它冒著這個熱沉沉的菸 它裡面有羊肉 然後一些火鍋料 金針菇跟凍豆腐 沾一點豆瓣醬 它的羊肉很嫩 就是你一吃下去 你根本就是不用嚼 它自己會化開的那一種 然後它吃不到任何的羊腥味 因為我一般在外面吃羊肉爐的話 就是很怕會有羊羊腥味 這真的是很適合冬天來吃的羊肉爐 它的湯頭非常甘甜 有很多中藥加在一起的感覺 我不知道 但是吃起來就是很甘甜的感覺 其實這間羊肉爐 平常都要排好久的隊 要抽號碼才可以吃得到 今天剛好是平日的中午 所以才可以這麼順利的吃到 那我現在就先不管你們了 我要繼續吃 這間店超級滿足到 身為羊肉控的我的要求 去台灣找吃 要不就是靠香港的朋友介紹 要不就是靠當地的朋友帶我去 通常都是這兩樣的 上一次有一個當地的朋友 帶我去一間好像深夜食堂 那樣的居酒屋之類的東西 我記得是很好吃的 但我又不記得店名 因為都是別人帶我去的 所以就忘記了 我記得當時在大岸區 後來好像說它搬了 搬了去哪裡,我不知道 所以現在很想去看看 它的新店是怎樣的 台北大岸區有這麼多宵夜名 阿妹,你給這幾個提示真是… 虛過我的腎,想找死人嗎 雖然阿妹的提示有一點模糊 但在大安區確實有一間 像深夜食堂的小木屋 是挺有名的 而且好像還搬過一次家 找一下好了 在這裡,還好它還在大安區 這些阿妹可以放心了 真的嗎?這樣也找得到? 檢查真的比較好 這家店在大安區 一直都是一個好評滿滿的店 你看這個裝潢、這個氛圍 聽說香港的朋友 他們很喜歡來這間店吃 然後現在菜都已經上起了 看起來都非常厲害 我怎麼能錯過這些好吃的東西 我自己嘗試過最好吃的 是腐乳鹽酥雞 聽阿妹說她很懷念 我眼前的這道腐乳鹹酥雞 我現在就先來嘗一下 這道腐乳鹹酥雞 這個腐乳鹽酥雞的腐乳味 不太出色 是很淡淡的散發出來的 再加上鹽酥、脆口 很記得這個菜 你覺得很濃烈嗎 她外面的腐乳鹽酥雞 她外面的腐乳鹽酥雞 一般我們吃到的腐乳鹽酥雞 感覺很不一樣 她加了腐乳進去 讓整個味道更提升 就覺得她更有層次的感覺 雖然外面很酥脆 但裡面的肉還是嫩的 所以整個吃起來 就是非常有層次感 難怪阿妹會那麼懷念這道菜 我剛剛看到這整個菜裡面 我最想吃的就是這一個 皮蛋豆腐 不要看它這麼簡單 它上面可是灑了可樂果 這太酷了吧 好,來吃吧 它口感很奇妙 就是你上面灑了可樂果 所以你的口感 它多了一個酥脆的感覺 然後再加上原本的皮蛋跟豆腐 它本來就是一個很合的東西 這是我們一般日常會看到的東西 再加上可樂果 就有一種壞龍點睛的效果 整個吃起來就像什麼 很厲害的創意料理一樣 雖然它只是簡單的那幾個步驟 但我覺得它真的令我滿驚豔的 再來是這個 看起來很像可麗餅的炸鯛魚 它上面有滿滿的羊蔥 然後我猜這個應該是蜂蜜芥末醬 先來吃看看 它上面的醬很厲害 就是它上面真的是蜂蜜芥末醬 我沒有判斷錯誤 然後還有一點洋蔥 然後再配上這個鯛魚 其實我自己滿不喜歡魚 然後用炸的方式吃 但是它這個醬 是真的抵過那種炸的油膩感 所以它整個吃起來是非常可惜的 有… 感覺很像在吃飯後小食的感覺 不錯 再來是這個 麻油雞肉串 它的樣子是不是看起來很不像雞肉 因為它長得圓圓的 我剛開始覺得它不是雞肉 它其實就是麻油雞 只是它把它做得像串一樣 比較好入口 就是你可以一個接一個吃 而且它是沒有骨頭的 所以如果不喜歡很肌肉的朋友 它真的是很方便 懶人食 有炸物、有串燒 還有台妹 怎可以不叫我最愛的酒 我喝過他們的台灣小米酒 希望下次我可以喝另外一種 很特別的紅棗米酒 因為它的名字很養生 尤其是台灣食物和養生 其實好像是連在一起 在我手上的這一杯酒 是紅棗米酒 先喝一口 它其實入口的時候有果香的味道 但它其實是高粱的一種 然後它來自一個宜蘭 一家很有名的酒廠 因為是高粱 所以它濃度有一點高 然後聽說妹 她好像對酒類很有研究 下次可以叫她來這間店 試這間酒廠 我剛才一走進來這間店的時候 就很喜歡它這間店的氛圍 它外面這邊的裝潢 它外面這邊的裝潢 都是一些比較台灣很早以前的一些物品 所以讓你一進來就很有 年代的氛圍感 再加上老闆的這些菜單 它都是台式料理 然後他加入了他自己的創意 所以吃起來就是跟外面的 台式居酒屋很不一樣 而且重點是 它在11點過後有宵夜菜單 就是大家11點過後 又可以品嘗到不一樣的食物 所以我覺得這家店 會帶給你很多的驚喜 下次大家如果有空的話 很適合下班 然後或是跟朋友聚的時候 就選擇來這邊 是一個很棒的地方 我要繼續來吃 好,再見